各位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面跑出城长路,是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发出的讯息,大家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是当时罗马的首府,他在主前150年左右就是被毁灭的,因为当时的人口很稀少, 所以他就会在周围的地方找一些奴隶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机会,就是用奴隶变成自由人来填满了人口,当时的人口都挺厉害的,二十几三十万,就有很多人以前是奴隶,但是一朝得志成为了一个自由人, 不过整个城市都是有很多奴隶的,这个城市大概建立在公元前44年,人口有三十万,保罗就在第二次旅程的时候建立的, 保罗本来去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地方的时候向一些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就反对他,他唯有向外帮人传福音, 当时有很多奴隶的人信了主后,就慢慢在家庭里面成立了教会,就是在家庭里面有教会,当时大家知道是没有地上公开的教会, 那他们呢,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的自由人,就是那些是被卸免了之后,豁免了他的奴隶的身份,而成为一个自由人, 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属于奴隶来的,那当时的社会风气呢,就是非常败坏的, 那当时有一句言语呢,就是如果你想犯罪呢,就去哥林多,哥林多呢,就是一个很淫乱的地方, 那可能有些可以比喻我们今天的三藩事的时候,景地,景界,那当时的社会风气呢,可以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来形容, 就是保罗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方,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 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有沿海一带,有港口很好的,所以他经商做生意呢,是非常之一流, 那他呢,就是很近雅典,大家知道雅典是哲学之都,那很多的大师都在雅典出现的, 那他就接近这个这么哲学,文艺风气这么深的地方呢,那他就多多一点点觉得自己呢,这个城市呢,都是有一些的荣誉的, 那又加上他的地理环境呢,就是有一个海岸,那所以这个叫地壳,那然后呢,他是有希腊的文化影响,那其实呢, 哥林多呢,就有至少四类的文化呢,是值得骄傲的,在当时,那第一,当然呢,就是勤雅典呢, 就有雅典高举,知识和自由,或者有知识就有自由,那所以呢, 他们现在是有自由的人,那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的, 言语,或者一句的座有名,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 那而且呢,那些信了耶稣的人呢,都是遮掩了这句的哲学哲理,凡事都可行, 那所以他们认为呢,当我们一旦呢,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呢,就更加有自由, 什么都可以做,那我们都熟悉的,哥林多书信,前书,或者两封书信, 都有很多问题的,那譬如说呢,和继母有关系,大家分党,那很多淫乱的事情,那这个都是自由带来的, 那当然它是在罗马,很多的神秘的宗教,那包括这个爱神,那爱神,那爱神和美丽之神,那Venus,那Athrodite这个女神,那就是他们供奉的,那罗马的军队很厉害,所以有暴力文化,那也都有犹太的律法,那因为犹太人呢,影响都很深的, 虽然地位呢,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个宗教呢,都是很牢固的,那罗马政府呢,就不可以忽视他,那所以犹太呢,差一个太, 其实犹太,律法文化呢,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出名的,和这个奥林匹克呢,就是相比的, 他们有一个地方呢,就叫地壳,地壳,有一个运动会呢,就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地壳运动会,那这个看到呢,就是一个美丽之神,爱之神,那,和呢, 他们当时的那些叫做哥林多的柱,很出名的,那些妙语啊,建筑呢,现在都是影响世界啊,那当然希腊人影响啦, 他们的健美啦,运动啦,所以那些的陶瓷啦,那些的雕刻啦,都是很大有这个身体的美啊,身体的, 啊,藏钱啊,那所以他有四大的文化呢,所以保罗说他们,你们什么都好,什么都有啦,哈, 你们已经是,呃,做皇帝啦,哈,你们已经富有啦,什么都有啦,因为,的确是当时的文化, 很好,就是很富庶,那今天成丰的书信呢,大家都知道呢,是, 保罗呢,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呢,听文,那里的弟兄告诉他,哈,发生了很多事,教会发生了很多事, 那保罗就很忧心,就是在以弗所呢,写这封信,主题呢,就是, 就是,告诉他,神不喜欢他们做些东西,或者神要他们做些什么,或者神不要他们的什么, 简单来说呢,成封的书信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说,神要他们真真正正成为门徒, 不要只是成为宗教徒,好像,他们的哥林多,希列, 罗马的文化影响,有宗教活动就可以了,自己的生命, 和那个宗教信仰是完全脱钩,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很多人呢,都可以说成为Christian,Christian,但是不是成为follower, 或者成为disciple,Christian和disciple呢,就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呢,Christian只不过一个的概括的名称,就是信基督, 但是,信基督的人呢,必然要成为disciple,是跟随主的门徒, 这两个身份呢,可以说是很近,但是,严格来看呢,就是两码子的事, 成为门徒呢,就不是,只是有徒有宗教外表, 只是受了洗,加入教会,然后呢,自己的生活呢, 是完全和所信之道呢,是格格不入, 所以保罗呢,就在第九章,我们读一读第九章呢, 就他用呢,用了运动的比喻呢,来说,作为一个门徒呢, 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一个运动员就是说, 我报名参加比赛,或者我加入一个运动的团队, 我就挂了牌,做了运动员,然后呢,我的生活呢,就不同, 和运动员是一些的关系都没有的, 这个比喻都挺迟的,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 不只是那个头脑上,我们大家都明白的, 不只是加入了教会,不只是有教会的会籍, 甚至呢,是有洗礼的证书, 然后自己的生活呢,就回到以前, 那大家都记得了,上个礼拜我说, 这个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呢,是结作, 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创作, 从前我们是怎样的,不要再回到里面了, 因为从前呢,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不可以回头, 那现在呢,又再进一步呢, 现在保来用了一个的运动员,跑步的跑手呢, 来到比喻作门徒, 那个生命是怎样的, 我读给大家听是, 林前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很短的圣经, 他说,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掌上的只有一日,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掌上, 犯教力争战的, 诸是都有切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伏我, 恐怕我全福音不及别人, 自己反比弃绝, 很短短的经文, 上文呢就讲到, 上文呢二十三节呢,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文二十三节, 保罗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德者福音的好处, 保罗是一个自由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自由, 好像哥林多的人一样, 他们是已经豁免了他们的奴隶身份, 成为一个自由人, 但是自由人不是等于什么都可以做, 因为真正的自由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以放下自由, 自由不会捆绑着我们, 如果不是, 我什么都要自由自由, 然后没有自由就不行了, 这个就被自由捆绑, 就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所以连不自由都可以操练的, 这个不自由的操练都好像这个运动员一样, 大家知道, 他会献身在运动场上, 和侍奉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什么相似呢? 第一,有场地, 有培训者, 那场地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 我们的生活, 我们平时的圈子, 这个是培训我们属灵的场地, 不只是教会的场地, 大家知道, 属灵的生命不只是教会, 当然教会很重要, 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培养我们属灵生命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整个世界的环境, 其实是培育我们, 履行我们的身份, 是最大的一个考验的地方, 那当然, 一个运动员是需要有培训者的, 教会的, 传道人, 牧师, 掌执, 导师是我们的培训者, 大过我们的那些, 的帝英姊妹是我们的, 属灵的掌执, 培训我们, 好像有教练一样, 很多人呢, 因为赛跑呢, 不懂用姿势, 所以他需要有教练, 我认识的一个弟兄, 他现在大概四十几五十岁, 结婚很多年了, 突然间, 他在温哥华住, 突然觉得, 人生真的有很多, 要有些目标的, 于是, 其实他自小都很喜欢长跑的, 所以他说, 不如我呢, 就有一个目标, 参加这个马拉松, 但是呢, 你参加马拉松, 跑步呢, 是用很多气的, 如果呢, 用错气呢, 就很快, 就没有气的了, 跑步的钟头, 三个子女都没有气, 所以他呢, 就要找教练, 是吧, 那么, 马拉松呢, 就不是可以在家里原地跑的, 必须要真的, 真的呢, 有高山啊, 斜路啊, 现实的场地, 而且有教练一直看着他, 那么, 他说, 他每一招呢, 或者隔几招呢, 一个礼拜有两三招呢, 是五点钟呢, 就要出门呢, 就要跑, 跑完才上班, 那么, 然后呢, 教练, 他说, 搞得很好啊, 因为呢, 原来自己跑步的姿势呢, 是完全错误的, 重要呢, 马拉松有特别的跑法, 才可以流到气, 保, 保养到你的, 精神, 和那些脚筋, 脚筋那些的肌肉, 所以, 有场地, 有培训者呢, 才能够帮助我们, 其实, 教会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场所,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家庭是, 外面的社会的场景是, 那么, 今天或者集中呢, 其实教会呢, 非常之重要呢, 去培训门徒的, 所以, 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没有成为一个, 好像, 公级跑手, 熟灵的跑手, 给他们有训练场地, 而我们有没有供应给他们有, 教练, 如果不是呢, 教会是很难代代相传, 所以, 要有跑道, 要有侍奉的机会, 要有呢, 教练, 有导师, 有, 在那个科里面, 那门的, 运动里面呢, 是有经验, 有好的, 见证, 或者, 这个, 教练呢, 或者, 跑道呢, 就是, 比我们可以实习的, 比我们可以操练的, 那我记得, 那我记得, 以前, 鼓励我, 一起教主一学, 一起呢, 教主一学, 教八堂主一学, 每一次呢, 你可不可以分享十分钟, 那段经文也好, 你自己的见证也好, 那就是这样, 跟着一些, 导师, 大一点的, 哥哥姐姐, 就开始教主一学, 十岁的时候, 那他提供了, 有跑道, 供应, 有鼓励, 有, 有, 有学生, 有港台, 如果没有这些呢, 大家知道, 没有办法发挥的, 你多厉害都好, 你一个有潜质的运动员都好, 或者我们有基督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没有去运用, 没有去发挥, 你的生命是会萎缩的, 有跑道, 有教练, 当我们跑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呢, 原来有很多东西错了, 刚才我所说的, 什么是最优的, 什么是劣的, 再跑的时候, 再做的时候, 你才知道有境界可以上的, 更深的境界, 更上一层流, 不至于退后, 或者不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状态, 今天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人, 生命里面都能够侍奉我们的神,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有跑道, 有教练, 是不能够成就的, 不过教练也是最重要的, 有场地, 但是没有教练, 有教练就是我们那些成长的弟兄姊妹, 成熟的弟兄姊妹, 有人生经历的, 有信仰, 挣扎, 然后靠着主能够得胜的弟兄姊妹, 成为了教练, 他可以有榜样,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明文天下20年左右的太极高手, 他说他打骗无敌天下,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向他挑战, 这个年轻人小了他20多年, 他是太极高手, 他就比赛了, 听闻这个太极高手曾经打赢过英国某个拳王, 所以是很厉害的, 由于这样的宣传, 他在国内有很多人跟他学太极, 赚到盘盘盘盘, 于是他就真的应邀比赛了, 谁知道呢, 30秒, 就被这个拳手一锤, 两锤, 躲在地上, 起身三次被人打, 就打一锤, 不到30秒, 投降, 为什么呢? 当然大家知道这些是神棍, 神棍, 没有榜样的, 其实为什么他会打赢英国的选手呢? 他用诡计来骗那个人, 他说我现在拍一些宣传片, 好像拍戏那样, 你就扮输了, 我打你的时候, 我一打你就躺下, 我一打你就躺下, 现在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拍一些戏, 那个拳王被他骗了, 每逢跟他一拳手之后, 被他一蹲, 一打就跌下, 拍了这些影片, 就回到国内做宣传, 你看看我多聪明, 打低这个英国的拳手, 很多人蜂拥去跟他,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假教练, 我们必须跟着那些, 有生命榜样的教练, 可信任的教练, 他是见证人, 他有亲身的经历, 对神的恩典, 对世界认识, 对罪恶认识, 有生命的行为, 有真功夫的教练, 当然这位就是, 希伯来书所说的, 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当然今天我们见不到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见到那些教练, 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 有一位, 这位教练是否跟随耶稣的, 在他的生命里, 有没有耶稣轻香的味道, 见证等等, 所以很重要, 或者包括我们, 要不要成为人的教练呢? 波罗尼斯的经文是很清楚的, 他说要脱去, 那些是前类我们的, 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 但是这里是一样的, 就是, 犯教力争战, 诸事都有节制, 节制就是对付自己的弱点, 对付自己的懒惰, 不起身练习, 吃东西过农, 过肥过重, 把这个重担要去撤去, 所以他说, 犯教力争战, 诸事都有节制, 不让那些弱点, 不让那些弱点, 我们要去得个奖赏, 他说, 这里各人都跑的, 奖赏只是一人, 不是等于我们, 那就死了, 跑第二, 跑第三, 跑四, 很瘀的, 不是, 跑一定是有奖赏的, 这是一个比喻, 岂不是在场上, 赛跑的都跑, 但是大家都要以一个奪标的心去跑, 不只是, 我不得到第一了, 所以我不跑了, 所以你们也当这样以奪标的心去跑, 因为, 我们的主会按住我们的财干, 按住我们的恩赐, 按住我们对他的忠心, 来到去赏赐我们的, 不是, 好像在场上那样, 一二三, 当然以前也不是那么紧张这一二三名的, 那个奥林匹克, 就是得了一个桂冠, 是代表某一个阶层, 或者某一个组织, 又得了一种荣誉的, 不是现在想着, 就得几百万, 几十万, 或者这些, 几层楼, 这些运动员, 大家知道现在的运动已经变了质,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运动员的情愿, 原来我出了名之后, 我就去拍广告了, 都不再去教人, 不再去运动, 不是说这件事, 所以保罗也不是叫我们, 为了掌赏来追求, 只不过, 这是我们的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 跑手的责任, 是夺标的心来跑, 还有一个就是, 对付纏住我们的东西, 将重担放下, 纏住我们跑的, 不要分心, 在我们做门徒的路上, 分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分心很容易是背叛, 成为了宗教徒, 徒有宗教的外表, 当然, 跑手要有策略, 有目标, 定睁望住主, 知道对手的强处, 知道自己的弱处, 操练, 譬如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很想侍奉我们的主, 知道自己怕丑, 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 或者知道自己的口才也不太好, 甚至知道我们理解语文, 或者理解圣经也不太好, 你如何下功夫, 来越过这些困难呢? 你如果怕丑, 你可不可以找一些人帮你一起聊聊天, 或者打开你的生活圈子, 社会群体的圈子, 为了主的缘故, 保罗说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但是我不要教会的供养, 为什么保罗要做迹象棚呢? 因为如果教会供养他的时候, 保罗就没有那么自由, 去向什么人传福音都可以, 保罗说, 一切的人的福音的债都在我里面, 希里尼人, 犹太人, 化外人, 那些没有地位的人, 就是一切的人, 你试想一下一个传道人, 如果他说我要向, 当时, 当时保罗说我要向, 犹太人传福音OK, 然后他说,不是啊, 我不单单向犹太人传福音, 我要向外帮人传福音, 你看看那些比较保守的犹太的信徒, 就说不行, 我们这个福音是从旧约摩西那里传达下来的, 不是被外帮人, 阻止着他, 所以保罗是很聪明的, 他不要教会的供养, 他自力更新, 他做迹象棚, 不受限制, 所以保罗说我本来可以接受你们的供养, 也都好像保罗曾经说过, 我都可以有老婆, 好像比德一样, 不用那么孤单, 但我为了主的缘故, 专心传道, 我将这些自由都放下, 这个的确是一个榜样, 的确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 可以操练不自由, 可以操练不自由, 操练不自由, 他所注意的是, 不是现在的苦楚, 乃是让国民这个身份, 成为一个神的子民, 神的仆人这个身份, 引以自豪, 今天我们没有认为我们是神的仆人, 其实不是传道人, 牧师是神的仆人, 一切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主的仆人, 梦恩的人, 是我们每一个, 都要像在竞跑场上跑, 来见证我们的生命是多活潑, 我们的生命是多强壮, 我们是多有活力, 充满光彩来跑, 当时的跑, 是一路揮手, 一路跑的, 代表着某一个人群, 某一个家族, 某一个组织, 非常快乐, 保罗就用了这个的比喻, 你都说, 我们代表着主, 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很光荣的来跑, 不单止是, 有训练啊, 有放下, 还是很变通的跑, 他说我呢, 我读给大家听, 在上文, 第九章十九节, 他说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管辖我, 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向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就不是做一些, 即是屎会那些东西, 即是不是说, 扮东西啊, 不是, 因为, 为了他明白福音, 我就知道犹太的文化怎么说, 向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之下, 我就, 作律法以下的人, 用他的方式, 了解的语言, 来将, 神的道说给他听, 向没有律法的人, 就作没有律法的人, 即是不是为非作歹, 他不是很明白律法的, 没有摩西的律法的, 没有一些的, 很高深的, 道德规条的人, 我就, 不用这些东西, 来跟他说福音, 我好像他一样, 作没有律法的人, 为要得着他, 其实我在神的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的, 其实我有的, 不要误会, 他说, 在基督里面, 正在律法以外, 总括来说, 他说, 我向软弱的人, 做作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即是有变通的, 不强求的, 有弹性的, 不是, 就是, 一个的, 福音的内容, 没错, 福音内容, 精神, 意义, 是没有变的, 但是你表达的方式, 你怎么来帮助人, 是一个很有弹性的, 很有变通的, 即使自己的身体, 心态, 精神, 都适应在竞赛场上一样, 大家知道, 很多的跑手, 天气的关系,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网球选手, 哇, 去到澳洲打网球, 哇, 这么热的, 不行了, 就失去水准, 但是, 很多人知道自己在, 北欧啊, 或者欧洲很凉的地方, 所以, 他就要, 去, 亚洲地方来练习, 五怕热去练习, 那才为要得着掌上, 为要得到人, 那么, 我们又要明白对手, 是不是见到对手, 哇, 在高头大马就害怕了, 或者见到他, 那么小的, 我们就看低他, 即是, 很多要变通的, 在我们的道上, 信徒的行, 的生命, 闻徒的生命上, 我们都会有变通, 而且, 生命有很多突发的事情, 我们需要, 真的, 在落雨天, 突发, 行雷闪电, 你马拉松, 你都要跑, 如果你从未试过, 落雨跑步, 从未试过, 天吹起凉风跑步, 也都没有在烈日当中, 你没有办法, 你都走完这条路, 顶着今天我们信徒的路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 属灵的场所, 最重要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家人, 我们如何待人接物, 我们如何对钱的看法, 我们如何对成功, 我们在这条路上如何跑, 我们如何挣扎我们的欲望, 如何来到去信服在神的子里面, 这个跑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呢, 美国曾经发生过很多这些乌龙的事, 本来跑得很快的, 但是到最后那一棒, 就脱棒, 男子女子都脱棒, 没有走完全场, 本来跑得最快最快最快, 但是犯了规, 一样是没有, 不得奖赏, 最后呢, 临续, 临续, 终点了, 趴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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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一点, 就失去了那个宝座, 所以, 保罗在这儿, 劝面我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如何在墙上, 如何成为一个门徒, 不是一个宗教徒, 在主里面成长, 如何在主里面, 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跑道, 第一, 以辩通和亲和的心, 鼓励别人一起跑, 跟随主, 走恩典的路, 跑步是一起跑的, 保罗很多的书信, 就不是写给个别的人, 你要是, 怎样怎样, 我上次都说了, 穿上全副军装, 不是你穿上所有军装, 不简单, 是代表着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一起穿上, 这个是, 保护自己, 打仗, 为主站不立得稳, 是一起, 互相劝勉, 保罗说, 你们要, 以辩通的心, 好像我一样, 放下, 我以为自己是, 自由的人, 在临后, 临后的时候, 保罗就是为自己争辩, 临后第五章, 其实哥林多的教会, 都不太看得起保罗, 保罗这个事务工作都很困难, 由于他们就是, 指挥事, 很困张, 他们是, 可以说, 因为一朝得治, 义无伦次, 性器灵人, 成为了自由的人, 又觉得自己是, 希腊瓦典附近的, 居民, 有很深厚的智慧文化, 就看不起保罗这个, 赚钱又不多, 又没有正式职业的, 又向犹太人说话, 又向外邦人, 又向那些化外人, 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呢, 他看不起保罗, 保罗说, 什么人你都可以看不起, 但你不能看不起我, 因为我是建立教会, 是你们的人, 所以保罗在临后第五章十一节, 他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为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明显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战自己,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 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良心夸口的人, 有言可答, 他说, 如果我颠狂, 好像, 什么人都向传呼音, 那些, 骚髒那态的人, 没有道德的人, 其实我是, 为神而颠狂, 我其实可以紧守, 为你们紧守, 然后, 保罗呢, 有个地方, 他说到他自己, 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 不可以享受自由, 我, 没有人请我, 或者没有人愿意公让我, 我, 其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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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桥, 其实, 我们, 你自己也不是这样跑, 因为你这样跑, 是鼓励别人跑的, 你这个动作, 你这个跑的生命, 是鼓励到你身边弟兄姊妹一起跑, 所以, 今天我们的教会是, 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都常说的, 当, 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软弱, 甚至纷争的时候, 其实, 是在我们生命里, 首先, 做起, 我们怎样做, 我们对神的话, 有没有很绝对的, 顺服和尊重, 我们有没有, 理行, 去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要接立, 软弱的弟兄姊妹, 软弱的丑陋的, 要更加的, 去爱惜, 如果不是你这一场, 的跑, 是做起的跑, 因为,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生命, 你跟随他的必然, 要走出他的那个路, 是他那种成长的路, 不是我所定的成长的路, 看戏就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 跑就是, 看看你, 怎样跑, 你看看我, 穿上这件, 譬如10号的跑步衫, 其实我都没有, 跑过步的, 就这样去跑, 所以, 就好像说, 既知道基督是因, 总结了律法, 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 律法被律法所拘禁, 我们是有自由的, 这个自由是, 恩典的自由, 恩典的路, 不再给那些, 不再给那些, 繁民欲哲社会的文化, 好像我上次, 大家听到, 所说的, 这些兜售的文化, 我们落于印度人, 走蒙恩的路, 去明白, 了解福音, 不受约于自由, 大家都听闻, 大德生, 他, 要去中国内地, 他年轻的时候, 知道中国内地的生活水平, 和英国是, 天渊之别, 所以他呢, 就决定在那些贫民的地方, 租一些房, 在那里住, 在那里吃, 在那里来行医, 在那里帮助那些贫民, 试图呢, 将当时中国的情景, 是copy, 适应, 是需要有那种变通的, 不是说我是一个读医的人, 我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 是很有学问的人, 我就走一条这样的路, 为了别人的缘故, 保罗说, 我甘愿, 成为一个, 很有旦成的人, 第二, 他也要教我们, 用夺标的心, 来跑荣耀的路, 不然我们的侍奉呢, 嬉戏, 刚才就是, 演戏, 嬉戏, 这个相残的人, 相见的人, 都很乐于跑步, 很热冲跑步, 你看他, 爆炸性的, 没有了小腿了, 小腿以下都没有了, 但是他很乐力的, 在相残的奥运呢, 是夺标, 我们都是一些很健全的人, 或者是, 九成九很健全的人, 我们怎样为主, 当然, 重点不是再攀比, 保罗不是说, 你一定要, 好像刚才所说的, 你一定要得奖, 这个奖呢, 其实是配合我们的身份, 我们跑多少跑, 短跑, 长跑, 中跑, 跑成点, 我这个主志, 但是我们必然要跑, 因为我们是跑者的身份, 我们不是一个, 信仰不是一个标签, 信仰不是一个身份的代表, 信仰不是归入某一个群体, 而有很多的利益, 信仰是一个见证, 信仰是一个的服侍, 是仆人的服侍, 是跑步以致, 将跑的生命, 是传递给别人, 一同去跑神的恩典的路, 行走恩典的路, 当然我们跑不是赶上, 或者击败别人, 有时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失败, 但是我们总要快快认识, 我们软弱的地方是变得, 加以改善, 有一种向上, 前进的心, 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要向上, 今天我们可以在居家的地方, stay at home, 其实, 很多特性节目都多了很多时间, 或者你从来没有, 有这样的灵修的时间, 没有这样的讨告的时间, 甚至没有去看一些, 你买了很久的书, 现在回来看熟灵的书, 或者你没有跟你, 你的太太聊天, 你的丈夫聊天, 你的儿女聊天, 现在神, 藉着这次的疫症, 给我们这些机会, 我们怎样来将生命再组成, 执得正些, 拿好好的来复仕, 服侍圣公是需要一个长跑者, 今天, 我们在这个地上, 短短几十年,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有教会的生活, 给我们侍奉的能力, 给我们工作, 给我们家庭, 我们怎样来到去回应他, 我们要知道有奖赏, 为我们预备的, 我刚才强调, 重点不是一个奖, 乃是, 我们的神是很公平的, 给我们, 我们有没有对主的奖赏呢, 是, 有渴望, 吹之若无, 或者我们都, 不忽略的, 有所谓的,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徒, 一个不觉得, 蒙恩感恩的人, 其实我们领受主很多的恩典, 我们每一日的生命, 都是有主给我们, 奇妙的大灵, 奇妙的经历, 今天, 神保守我们的生命, 仍然活在今天, 不是偶然的, 我们, 每一步, 主为我们预备, 我们有没有, 全盼望的心跑呢? 配合我们的身份跑,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的跑道在哪里呢? 有没有, 主啊, 我真的很想尋求, 在, 你给我人生的跑路, 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家庭, 或者我有一个, 社会的使命, 或者我有一个, 教会的特别崗位, 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主要求你, 告诉我, 我要很开心的, 有盼望的跑, 去领受你, 为我预备的奖赏, 每一个跑道, 每一个的赛事, 我知道你一定为我预备, 那个的喜乐, 那个的平安, 我们的盼望喜乐, 所夸的冠冕, 起来不是, 主耶稣来的时候, 站在我们, 告诉我们, 你能够跑得好, 或者你能够站立得住, 你真的跑得好, 冠冕最终呢, 不是我们个人享受的, 其实冠冕最终呢, 是回馈回奉献给我们, 为我们牺牲的主, 你,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带着什么面给主呢? 什么是你的冠冕? 这个冠冕就是, 带给主, 主想赐给我们, 我们继续给主, 我们呈现的是, 荣耀的冠冕给主, 表达我们跑得好, 好了, 表达我们, 因着你的生命能力, 我们跑得好, 我们感激, 和爱住的心出现, 最后, 保罗就说, 我, 我怎么跑啊? 我flexible跑, 我有变通的跑, 我为了人放弃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自我克制的决心去跑, 不然我们这个蒙恩的路上, 就是演戏, 移戏的, 很多的戏, 大家听到, 现在只是演戏, 是很辛苦, 很辛苦, 其实你没有辛苦过, 好像刚才, 那个拳手一样, 在那里演戏, 四两拨千金, 一拨英国拳手, 一拨他一拨就达, 其实就是演戏, 那个拳手被他骗了, 那这些宣传片呢, 被这些国内的人, 华蜂蜂蜂跟随的学习, 太极了, 我们要真是, 攻克己身, 叫身复我, 他说我, 保罗说我打拳, 不是打空气, 当然, 打空气都挺, 是需要的, 就是, 打不到那个的目的, 打不到, 分裂不到自己, 那个拳要痛的, 要攻克己身, 攻克己身, 这个字呢, 叫做, 打到自己又腰又腩, 就是自己真的要试过, 被人打, 被人吃, 大家知道这个, 宣扬呢, 吃了禁药, 很多次的比赛都是吃的, 最后呢, 都被人揭发, 去他的家里, 找到很多的药, 断送了他一生, 他只是一二十八岁就要停赛了, 就是没有了, 一念之差, 其实, 他可以得第二, 第三都没所谓的, 是要得第一, 要吃药, 他的功力已经很好, 如果再练一下, 或者再潜心去练, 可能未必是会世界冠军, 但是已经差好, 好少,好少了, 不需要呢, 是为了那个虚荣, 来到去断送了他们自己, 今天我们, 可能你不会为, 侍奉这个名誉, 来到去行, 但是, 你, 为信主这个基督徒的名, 是做戏的, 那就麻烦了, 是假的, 真是, 真是不幸了, 世界上, 太多, 不是真正的门徒, 教会其实, 充斥着很多的宗教徒, 宗教徒只是, 身份上, 挂名上, 少少的行为上, 跟一些人不同, 但是大部分的生命, 是跟, 不信主的人一样, 保罗说, 我从未用过自己的权柄, 我凡事忍来, 我甘心作众人的仆人, 不显自己为大, 操练不自由, 今天, 我们作为, 真真正正的disciple, 必须要操练不自由, 在这个, 自由的世界, 或者我们搞错了, 其实, 其实, 个人主义是好东西, 不过, 自我主义, 就是不好东西, 个人主义的意思, 就是个人主义, 尊重我的个体, 尊重你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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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个人主义, 是好东西来的, 我不会侵犯你,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我个人想到你就是这样, 但是, 自我主义, 就是自己为大, 我, 就是最后, 我要选人利己, 我不会做, 就是, 犧牲的事, 这个是自我主义, 今天, 我们很多的, 弟兄姊妹, 包括, 我自己在里, 提醒自己, 不要, 走自我主义, 让人都要显为大, 让人都要在闪光灯底下, 拍手, 而自己没有真正操练自己的生命, 走这条, 基督徒的人生, 是, 很多, 很多, 需要放下很多的自由, 为着主, 而放下我们的自由, 我不知道, 你要怎样放下你的自由, 不过, 做巴雷舞员, 大家知道, 不可以乱乱吃东西的, 我知道, 很多人, 做巴雷舞, 只能吃那些, 很好的, 吃鱼肉, 最重要, 不可以吃那些红肉, 不可以吃很多的fat, 不然, 他不能够跳得好的, 巴雷舞, 不是巴雷舞, 甚至很多的舞蹈, 很多的运动员, 我们需要什么, 攻克己身, 叫身伏我, 最后, 这段经文呢, 大部分的意思就是, 生命运动的规则, 今天我们, 跑这条, 信主的路, 跟随主的路, 做门徒的路, 必须要知道主的旨意, 主, 他那个圣情, 主那条跑道, 给我们是怎样, 我们怎样跑, 这个是运动的规则, 我们都要透析这种运动, 神给我们这条路, 无论你是做, 教导的工作, 你做传福音的工作, 你做服侍教会, 很多的总务的工作, 你做安慰人的工作, 你做社会服务的工作, 你必须要在神的指引下, 知道你这条路的特色, 你平时是怎样生活, 这条路的目标, 成绩是怎样, 神所喜欢我们, 不做的事是什么, 又喜欢我们做的事是什么, 以致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强处, 改良我们自己的弱点, 或者, 每个人的强处不同, 有些人是很挖强, 可能很强, 但是也是他的弱点, 有些人耳朵很远的, 有些人是没有耐性的, 有些人是不听人说话的, 有些人是很自卑的, 很快就认为人家不喜欢他的, 有些人是很不合群的, 很多很多种类的人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知道自己, 在神面前我们说, 主啊, 这些是不能够荣耀你, 不能够跑出冠冕的路, 不能够跑出你给我们, 一条荣耀的路, 所以, 希伯来书, 我们都很明白, 和保罗这个很呼应, 他说, 既然有许多见证人, 在基督的生命里面, 跑成长的路, 好像云彩一样, 我们就需要放低重担, 各样的重担, 很多重担, 脱去容易纏绕我们的罪, 寸心, 引来奔跑, 摆在我们前面的路, 不只是这样, 积极地, 是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 前面有喜乐, 与神同在, 回到父神的怀中,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楚,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顶着今天, 我们更加明白, 今生是很快过的, 如果你不明白, 真的很难, 很难, 很难, 帮助你了, 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人都离开这个世界, 八万, 九万人, 今天, 美国, 生命是, 眨眼, 有很多人离开世界, 家人都没有办法和他聊天, 有很多年轻, 三四十岁都离开了, 人生是很短暂, 如果你仍然说, 我就觉得, 生命呢, 还要去, 找我自己很多理想, 事奉吗? 为主吗? 哇, 很苦的, 放下很多东西, 去传福音吗? 去做教导工作吗? 做教会的工作吗? 甚至做传道人吗? 做牧师吗? 不是我所思想的, 今天我想你想想, 神给我们今天在美国, 过生活, 我们还有多少年的生命, 可以一撒那无助,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做传道人, 所有人都要做全职的工作, 但是你的生命是要跑, 这条荣耀主的路, 是一个门徒的路, 什么是门徒的路? 什么是成长门徒的路? 我们必须要理解, 门徒的路, 宝罗在这里说, 是一个折制的路, 是放下你自由的路, 放下你一定要去团职的, 去抱住的, 不放手的, 那你有什么不放手? 你觉得有了这些才是自由, 但其实这个自由是束缚着你的, 唯有神的旨意, 不是束缚你, 使你更加有自由, 我们要做一个知所为, 又知所不为的人, 不要蒙茶茶生活, 不要浪费生命, 不要没有目标的无定向, 他斗权是有目标的, 我攻克己身以身复我, 我知道我不打空气的, 我知道主托付我今天这个今生, 还有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我怎样来过? 最后我想用腾近辉牧师一句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假扮, 做一个演戏的人, 戏戏的人, 游戏的人, 好像很高尚, 好像很熟灵, 但心里面完全没有走这条路, 陈牧师在路标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在高空飞长的鹰, 你不要以为他一定很清高, 或者我们在教会看到很多人, 他做很多的事, 不一定是很清高的, 因为他常常在那里, 在天空里面做什么? 盘旋, 以锐利的目光去寻寻, 寻找, 地上可作美餐的野兔, 今天我们要小心, 我们这种虚架呢, 是很容易成为了我们, 走这条宗教徒的路, 不是很实实在在, 很真诚的, 来到, 去攻克己身, 很真诚的, 以夺标的心, 很真诚的, 用一个很弹性的心, 去, 帮助自己行走, 跑这条路, 当然, 我们所跑的,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知道有圣灵, 是我们陪着我们跑, 我们在面前有耶稣基督的应许, 他已经跑过这条路, 过去历史, 古代, 中古, 现今, 近代的历史, 很多为主跑的人, 成为了美好的见证, 今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跑出成长的路, 不要再原地踏步, 求问主, 我们应该行系一条什么事奉, 和生命的路, 去荣耀你, 你要得冠冕, 来到回情, 献回给我们的主, 我们低头祈祷, 主要我们知道, 你为我们预备冠冕, 主要我们知道, 你所要的是我们的内里诚实, 不是做戏, 不是一个宗教徒, 要我们真真正正的跟随你, 求你给,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清清楚楚, 你给我们跑的是一条什么路, 又给我们决心, 能够放下自己, 那些的私欲, 那些前类我们跑的, 求你给我们自由, 真是享受到你, 从天上给我们封盛自由的生命, 叫我们的跑能够真真正的荣耀你, 真真正正的活出, 你给我们跑寿的生命, 求你加力给我们, 恩待我们, 将你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你, 感恩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